首先呢 您進到我們這個簡報之後呢 應該有有些老師可能有用過Arduino有沒有 有的也許有用過這個Webduno的 那不管你有哪一個 這兩個是不大一樣 Arduino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都要接線 不管你是用Switch 或是它專屬的開發程式 它其實最後都要經過一個騷錄的動作 把它的程式寫到晶片裡面去 那這個是它的優點 所以呢 男生如果當作兵你就知道 他單兵作戰很OK 只要插上電就一切搞定 好 它也不用連接網路 可是缺點也是這樣 因為呢 它就適合作戰 一個 你要多個人合作的時候 不是它不行 而是相對來說 你程式功力要比較厲害一點 那麼Webduno呢 它原生其實就是什麼 網頁 原生就是網頁 所以說它的好處就是網頁的優點 你今天你可以一個人控制一個 也可以一個人控制多分 也可以裝置之間互聯 這個是它很容易輕鬆就可以整個做到的 而且 只要是網頁上的一些應用 它都可以很容易跟它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 我們要做人力辨識 我們要做這個AIoT 所謂的人工智慧的部分 它也可以 那它本身呢 不用按照環體 只要透過瀏覽器 就是透過瀏覽器 進入它的雲端服務 你就可以去編輯這些程式內容 那又可以去控制 去控制到我們這個實體的東西 所以它並沒有所謂的寫入層次的動作 完全是在什麼 Web上執行 所以呢 今天老師您接在電腦上面接電 只是既用電腦的電 您可以像我一樣用什麼 行動電源 也可以 所以這樣就比較方便 因為它沒有這個部分 像這樣行動電源接著也OK 所以你有任何更新 只要執行就OK了 那它有沒有缺點 有沒有WiFi的時候 沒有網路的時候 它就無形 所以各有優缺 那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要看老師您需要的情境是什麼 您就可以自行去選擇 那以我的應用來講 我比較強調它是在互動的部分 互動的部分 其實WebDuno就可以做很多 就可以做很多 這個部分呢 是相對於Arcuno來講 它比較做不到 那目前的話呢 WebDuno本身 現在有這四個開發板 那今天大家拿到的就是第三個 這個Smart開發板 Smart開發板 它算是它們最小的一塊 那其實呢 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叫WebDuno Beam 這個其實就跟Michael Beam是一樣的 可是它再把它再做一些升級 像比如說 它的這個燈 Michael Beam的話 是單色的 它這邊就變成三色 有零燈 那它還有加其他的部分進來 而且呢現在那個高雄市的交易局 又跟他們合作了 就是 他們有推出專屬的 專屬的這些應用程式的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都會提到的 WebDuno的優點就是 它既然是網路 所以你要一對一多對一 甚至裝置之間的互聯 都很OK 這個是它很方便的地方 目前來講的話 它可以裝置互聯的 主要就是這三個 那麼 Beat的部分呢 以後也會加進來 以後也會加進來 目前 使用上 Beat還是屬於單獨 使用的 還單獨使用的 然後今年應該有機會 就可以把它串聯起來 OK這樣 老師應該就對你手上拿到的這個 會有一點概念 它那個 Smart其實小小而已啦 小小也快 其實我們平常在用 還蠻方便的